大家好,我是老三,咱们今天继续聊聊蛋宫啊 很多人还是在纠结这个中拉、段拉和大拉哪个拉举好 其实你不用纠结这个问题 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你可以都去尝试一下 短拉、中拉和大拉 你看看哪一种打法适合你 然后呢,你去玩哪种打法 不要去纠结这个 短拉的出速打不到啊 中拉打得狠啊 大拉打得帅啊 你不要去纠结这个 短拉的话,有的人说辣 打不远,出速打不上 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 短拉的情况下可以玩大肢肚和后脾肌 为啥呢 它一样能稳 因为它的后手有个支撑点 你像中拉的话呢 它要是玩后脾肌和大肥肚的情况下 还有大拉 当你拉开的话 它这个前后肚子的控制能力不那么好 还说稳定性就差一点 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说 只要是中拉的玩都是薄脾肌 0.5的,0.45的,1812的,对吧 你像咱们短拉的话玩0.7的,0.6的 都可以,对吧 因为它有一个支撑点 根据个人喜欢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这是根据你个人选择的 我也会玩中拉,但是玩不太好 今天拿短拉的皮肌给你们 这个也不是短拉吧 这个皮肌是18% 之前玩我,我中拉玩的少 哎呦,探边了这个 玩玩短拉吧 总体操作 对呜,探边了这个 丁到你 烧鸡观众 来来来 红一点一点